人工心肺補助 六十分鐘 電視劇中帥氣的男性外科醫師 正在幫小女孩動心臟手術 不過過程多驚險 肯定手術會成功 但是現實生活中 要是女性心臟病患者遇上男醫師 從這份報告看來恐怕不太妙 這是哈佛大學研究針對佛羅里達州 五十萬名心肌梗塞急准病患做研究 發現若女性病患遇上女性醫師 比起男性病患死亡機率 竟然減少5.4% 男性的醫生可能本身就比較多一點 多於女性 可能是不是一個統計上面的一個物質 男醫師在處理病人的時候 好像死亡率比女醫師處理病人來的比較高 醫師認為性別絕不會影響急救效果 是統計抽樣問題 但要注意的是女性得特別注意心血管疾病 女性在剛年期前面的時候 有荷蒙的保護 那相對來說她的發病 這個狀況會延後一點 男性的話我們的危險因子是在 男性是45歲 那女性是在55歲 根據衛福部資料 105年死於心血管疾病 國人其中41%都是女性 是台灣女性第二大死因 嚴重性可能就是說 沒有前面的一個預兆 那突然間就是病況 是突然間一個來的一個 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造成這個死亡率也比較偏高一點 以時提醒心心血管疾病 不分男女 40到55歲都是好發期 有三高民眾更要定期檢查 好好保護你的心臟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